唉,好无聊啊 嗯,这啥时候见的 嗯,我记得昨天晚上还没有的呀 问一下那个老乡 老乡你好 你知道这个是谁见的吗 老乡 哟,脾气这么暴呢 吓吓他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最新研究 现在我的身体可以随着我的意志变大 怎么样 现在我问你 你知道这桑兔塔是谁见的吗 哦,不知道哦 那没事了 哦,不小心把它拍死了 算了,先上去看看再说 直接跳上去吧 我去,太高了 有点不好把控 看来有人在这里住过呢 太大了,有点不方便 还是变回来吧 为什么每次递一个房子都如此的寒酸呢 这辆车就是船上的拖拉机吗 算了 这么显眼的塔 肯定会吸引其他人过来 赶紧布置一个陷阱吧 还是老套路哈 下面放上铁丝和岩浆 上面来一排透明方块 哦 嘿嘿 不知道这次过来的会是谁呢 今天早上一起来 就看到隔壁村出现的这三座沟塔 不用说 这上面肯定有宝藏 就一辆破车 谁稀罕啊 过去 有陷阱 完了完了 我都腿被扎伤了 这是哪个爱千刀的设置的 哈哈哈哈 呀 不错不错 终于又啃到史蒂夫了 嘿嘿嘿嘿 按他的复活速度 马上就会过来 我得抓紧时间了 给史蒂夫来几个丧尸老哥做办 嘿嘿 你们可一定要好好复他哦 之前是我大意了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发明 探索头套 不要觉得它蠢汉 如果地下有陷阱的话 它会发出警报 我去好多丧尸啊 赶紧到屋子里躲着 不对 那我该怎么出去呢 我记得外面好像是有一辆跑车的 就用它逃跑吧 走你 呀呼 这一速度也太爽了吧 不过 我该怎么下去呢 完了完了 我的腿摔断了 得先缓一缓 这个史蒂夫也太蠢了吧 哟 各几个好啊 请大家吃点子弹哈 不要跟我客气 换上更凶残的丧尸黑人 还有一些特别好玩的东西 我呼喊三又回来了 这一次我带足了武器 不管上面有什么威胁 我都不会怕 这些黑衣人怎么这么绿啊 跟他们打个招呼 过去 不要啊 呀 好的 居然敢先动手 这都是你们逼我的 又开枪开枪 我史蒂夫可不是好惹的 我去 上面有直升机 完了完了 我失算了 他们的狐狸太猛了 赶了老鱼 我不想死 我的 dispon了吧 好 刘若 你 你 只是